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人是谁来着 这是他儿子吧 这个是他儿子 对 小特朗普 怎么今天这发型师把我的发型吹得跟踏实 这个小特朗普 小特朗普现在是密会一个俄罗斯的女律师 俄罗斯女律师要给他什么关于俄罗斯监听 或者是黑客入侵获得的一些关于民主党的情报 对吧 左边的这个你看这个Russia 左边这个就是拉皮条的 就是这中介 就他介绍小特朗普跟右边这个女律师密会 然后你看这个里边越签越多 你再往下看 普京旁边的这位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富豪 他跟这个事好像也有点联系 然后呢你再往下看他也有儿子 他的儿子是这个 这个他这儿子呢是刚才的那个拉皮条的那个人的客户 然后呢这一次的场合是出现在莫斯科举办的 当年特朗普不是搞选美吗 对对 环球小姐啊跟咱们中华小姐据说齐名的 然后你看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脉络关系 对这次最让大家觉得惊讶的是小特朗普自己把邮件都公开了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犯二呢 他可能啊我觉得他是他真的认为说我提前引爆吧 反而是撇清了我爸爸 因为他当中有个关键 他说我爸不知道我见了那个人 他把这件这件事情给撇清了 那特朗普确实是如果说我们就这么点事 我见了那就是那个女律师 而且从通信来看啊 他有点像被人骗了一样 他想去拿到希拉里的一些罪证嘛 结果说见面根本没谈这事 就好像是被人框过去 他说谈的事情跟这个没关 所以他也没拿到他要的东西 但整件事情呢 动机是这样 对他里面邮件里面说了 人家告诉他是跟希拉里有关 但他去了一场空 那黄河水洗不清啊 这个里通外国啊 这个罪名大了 这个虽然你特朗普可以这么解释 那时候我还不是总统 对不对 竞选期间 我这个人是有点人性 他也可以说 这个现在我们世界进入强权外交 强人政治 我必须要跟特朗普 跟这个普京建立一个友善的个人关系 把美俄关系给稳住 他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由于西方 尤其美国 对俄罗斯长期有一点的偏见 尤其是对普京 作为一个强人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共融 共处 所以这个偏见在这里头 我自己回看啊 就是在两年前吧 克里米亚那个事情 就是在那个乌克兰 普京就是在当着全世界的面 就把克里米亚给占了 这个事情吧 尽管克里米亚原来也是他们送的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标志着 西方的一个衰弱之一 因为真的大家就没有办法 当然了 你这个奥巴马政府你说 对普京进行经济制裁 但这个东西不明显 大家都看到了 真正他敢动的时候 西方不敢动 对啊 后来到了叙利亚什么 大家都看到 就知道只要我先下这个旗 你就不敢跟我拼命玩 我就跟你来争格 你就不敢 所以西方的退让 在那个克里米亚 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 西方这个是弱势 是长期左派精英 把权的结果 这些人平时是书生论证 结果让风云突变 让他们要拿起枪杆子 要打豺狼的时候 你见过秀才能打豺狼吗 靠的是谁啊 靠农民 靠工人 拿起狼头盖 那特朗普不是代表 代表美国白人农民吗 对啊 所以他现在就跟这些精英 白宫精英 或者是这个传媒 就产生这个性格的冲突 您觉得这次这个事 还真的会影响到特朗普的这个 绝对影响 因为他现在这个强人政治 根基还是不是太稳 他才上台才半年 对不对 半年不到 而且美国这个制度太厉害了 是华盛顿那个宪法留下来的 他不容许像特朗普这种人 是一人专政 他有很多因素来牵制 法院啊 五角大楼啊 还有这个传媒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精英智库啊 那现在特朗普是 哎 我现在是老大 啊 你们这些精英啊 左派啊 什么那些理论啊 二十年 奥巴马听你的 克林顿听你的 所以现在美国走向衰落 现在我不听你的 结果他一任性 就跟这个普京这个勾搭 啊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心安理得 觉得理直气壮 他呢是这样啊 现在整个这个通俄门的事情 其实没有实证的 就他到底有没有通俄罗斯 他本人 嗯 就就像什么呢 你说桌奸哈 大家都觉得他们俩有一腿 但你没有在床 你没有 你没有抓到人家在床 你知道吗 你没有这个证据 那么现在啊 即便证明他儿子 有通俄 比如说哈 特朗普其实可以到最后法律程序上 他用总统的特赦权 是可以赦免他的 好 那你说如果特朗普有罪证 弹劾 国会的三分之二得通过 国会现在大部分是共和党 你弹劾他 其实都挺难走的 这个程序 这个最近啊 你知道谁啊 Oliver Stone 他拍了一个普京的那个纪录片 有这个四集的 然后我看了看 我觉得啊 这个你说普京是强人 是吧 实际上呢 谁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委屈的怨妇 而且呢 你你站在他这个立场上想 你比如说这个 斯东就问他这个问题 说你们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这个黑客 影响美国的大选 那普京是百分之百的否认 就是说 呃 绝对没有 然后就是说呃 这个 而且我发现奥利沃斯东啊 他到底是反俄还是反美啊 他有点反美 关键因为他反美才选中他去拍这个片呢 他当年最早拍的是那个 就是逃过去那个黑客叫什么 呃 那个斯诺登 斯诺登的电影不就他拍的吗 对 普京就知道你们在美国有一帮这个人是反对美国自己的 我才能接受你的访问啊 我突然怎么可能 对 就你比如说这个斯诺登 你要照普京一讲啊 他就是说 我们没有要收留他啊 呃 甚至我们拒绝了他 就是当时我们不想介入这个复杂的情况 但是呢 他当时是要去一个南美的国家 他在莫斯科转机 那然后那边那个国家不要他了 对 不要他那一直在机场这么长时间 那么他 这就是左派的猛点 那你特朗普通俄 最大恶极 但是斯诺登当初跑出来 拿着这个美国中情局这些秘密 最后投靠俄罗斯 你不管怎么说 在俄罗斯住下来了 而且是普京亲自批的呢 那斯诺登还是大英雄 他没叛国 如果你特朗普就叛国 我是说 我刚才说 这个偏见就在这个地方 啊 斯诺登出来的时候 这个大学生啊 知识分子啊 啊 全部是大英雄 因为他揭发了美国建制 监听人民的通讯跟电话 啊 我们是反对这个呢 是要自由的 但是国家安全啊 老兄 对不对 对 你觉得这个 斯通呢 还问这个普京一个问题 说听说你们俄罗斯 最近通过了一个法律 被称为老大哥法 就是监控啊 什么什么网络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世界上的这个正义啊 很难说了 没有 就像这个春秋无翼战 因为你 我觉得普京 我都觉得他说的很多事情 都很有道理 甚至让我想到啊 许许多多的情况啊 人不见得都是那么 一开始老奸巨华的 一开始啊 也许都是善良的愿望 你比如普京一说 说那这个网络监控 他说这个俄罗斯 还是后制定这个法律了 现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 都有这个法律啊 甚至于这个 这个斯通就跟他 跟他讲 我为什么觉得斯通 是反美的呢 跑去跟俄罗斯讲 说你知道吗 这个美国斯诺 就是斯诺登泄密 就是说有一种电脑病毒 就是叫阵网 什么那种病毒 放在伊朗的那个核工厂那 然后就可以操纵 操纵就让 能让你那个核反应对出事 他说呢 斯诺登泄密的材料 就包括美国呀 偷偷的在日本 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的一些 关键设施 电网 电网 关键设施里面 装了这种病毒 叫休眠城市 他预备什么呢 他说今天咱们是盟友啊 那哪天 咱要是成敌人了 我就可以启动 你国家大部分就断电了 对 然后呢 你看我觉得斯通很担心俄罗斯的安全 说你担不担心这个事情 挺有意思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不就叛国言论吗 对 你屁股坐哪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 你不是知识分子吗 精英吗 你知识分子 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位置 他可以反对建制 这个斯诺登 他处于一个程序员 个人也可以 但你作为一个政治家呢 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有操守 比如说现在那个戈尔出来说话了 戈尔说啊 就是当年不是他不是跟那个小布什 几票之差吗 他就说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 他团队有人拿到了一个盒子里面 全部是小布什怎么去准备他演讲辩论 怎么去竞选的 他就他结果是没打开这个盒子 直接送给了这个FBI 而且把给他盒子团队的这个人给开除了 他就说我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的操守是我要这样来做 但人家也没选上最后 然后你看 就是我就说 为什么说普京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就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啊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可能跟美国搞这个情报战呢 包括这个拼这个军费啊 他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钱 说我们一开始呢 这些电脑啊 用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设施 用的都是从西方买的 他说我们也是近些年 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能操纵这个互联网 能操纵这个电脑 美国永远是老大 因为是他发明的 对这个东西啊 太可怕了 我最近呢 听到在互联网上 听到很多录音 我真的觉得啊 甭管哪个国家是正义 哪个国家是邪恶 我觉得啊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窃听时代 我的天 现在哎 现在我甚至已经发现呢 咱们都有点疯了 就是说 连这个这个好朋友之间呢 都 我就觉得大家不敢 不敢随便说话 包括跟情人在一起 你知道吗 哎 人类失去享受了 真的 人类失去享受了 就是 如果你时时刻刻 你都琢磨着 他这手机 是不是 能够操纵 做窃听器啊 如果你脑子里有 这么一根弦啊 你就惨了 你知道 而且现在就有些东西 我觉得已经失控了 就是 我说 我在互联网上听 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什么的 哎 有些人呢 就是两个朋友之间 群组里头 两个朋友之间 会闹翻的 交恶啊 就 他怎么会有你跟这个情人约会的这个录音 就给你 报复你啊 就放在互联网上啊 嗯啊啊的 你全听得见啊 我的天 我觉得 因为这种协听技术 走向民间了 可以搞得到 而且你家要是个儿子 是个电脑神通天才 嗯 他马上给你搞一套 这个已经不能够 操纵于一个政权 不像以前是五角大楼 这个什么中情局 现在不行 这个 现在下一代 小孩那个脑子已经净化了 你知道吗 三岁已经 你给他这个手机 安两下 两个礼拜以后 这三岁小孩通通都能上网 四通八达 发现你不知道的功能 你去问问这家长 你有没有这种小孩的经验 他这个基因已经变了 我发觉 十年来 天哪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这个小特朗普干的这件事啊 实际上毁了一个记者多年的努力 你知道吗 就是他报的这个 他不是十几条 他不是主动把这些证据都发出来了吗 然后呢 有一个这个记者 本来就准备出书了 这个书的内容 正是他费尽心血 多年来收集的 就是这些证据 结果这个小特朗普一下 哭都没地儿哭 这些记者 对对对 好像好 而且说他的那个律师也特别的头大 说本来还要准备帮他们辩护这些事吗 结果他自己哭 捅破窗户指权出去了 我觉得现在 其实你包括技术啊 我们刚刚讲 就是技术他的原来跟权力的这种 这个结合 在铁器时代 你说铁刚刚就这个出来的时候 都来打造 这个王的军队嘛 对吧 你用的这些兵器 农民家里头 你可能不能你自己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那现在真是这个互联网和电子的 这个技术出来 一下子就分散掉了 谁来管他 我们的权力的收集和法律的制定都滞后了 其实 所以前一段我们就讲那个赫拉利 就写那个未来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 我现在明白你采访他 他讲到的一句话了 就说在科技革命面前呢 未来的政治模式必定会改变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政治模式 在运用这个科技的工具 但是你就很难想象 你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情报战 包括这个官方和民间在技术上的这个门槛啊 又在接近 那么将来你比如说一个统治 一个政府 他怎么管制 只能加强控制啊 因为你越来越失控嘛 越来越失控 有一个作用力 就有一个反作用力 很简单的 就是牛顿三条物理定律 只能够这样 尤其是我们中国从前 这个黄河泛滥 黄河泛滥 这个大雨的老八 就是说你拿泛滥 我就堵哪 你越泛滥 我这个把这个沙堆堵得越高 只能用这个土办法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可现在问题是很多时候 人家在后院里就绝一口井 那个水就能引过来 我的意思是想说 比如说技术上 现在你像那个比特币那种东西 它是有一个核心技术叫做区块链嘛 它其实就突破了你过去 你发行货币需要政府去背书 它不用了 就所有的人 我相信这个货币的话 它就可以有价值 所以它从技术上 已经把你过去的这一套建制的东西都突破了 所以当然很多政府也要去封它 所以你知道最近我开始看到 人们在互联网上开始聊一个话题 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一个叫暗网的概念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了 身亡也叫 就是说叫身亡 叫deep 就是身亡暗网 哇你咱们这个不懂的人听起来 就好像是那个暗宇宙暗物质 就是说你表面上在互联网底下 实际上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你看不见的 当然了 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网 这个里面啊 各国的黑社会 贩毒的拐卖妇女的 间谍秘密情报人员 而且他们交易 为什么这个能成为交易 包括毒品 他比特币 比特币又能够促进这种 就是暗网 就那个咱就不懂的技术了 反正就是这个这个域名啊 都是你查不到的 但是他也共享这个空间 所以现在失控了吗 全球失控了 没有世界政府 世界警察也不管用 世界警察 泥菩萨过河 做身难保 世界警察都通俄了 只有这个世界网络 但是世界网络没有一个网主啊 春秋战国的时代 你搞一块 我搞一块 所以这样下去 怎么会不出乱子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说 你说你不管 对 你以前恐怖主义 或者什么 你有个宣言 我要干嘛干嘛 我为了什么什么 将来您说的这种失控 可能他连个目的都没有 这多可怕 所以未来已经不可预测了 是吧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跟你说 今天的世界一天三变 就在咱们录像的过程中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种观点 这是我很敬佩的一个老师 他们是通俄门 我们现在是通美门 这老师是搞美国的政治评论 我觉得给我发来一个 长长的这个 很有意思 而且一下子让我对这个事情 是兴致 有点像陶老师刚才讲的 我没想到兴致这么严重 因为这事我没有深入研究 你看他讲啊 他说今天特朗普的通俄门事件 突然走向高潮 让人目瞪口呆 他的大儿子已经基本上确定 违反美国的法律 处于叛国罪的边缘 这不是娱乐八卦 我的天 一旦确定是叛国罪 那么整个特朗普家族 都将遭到重大打击 而且呢 这个这个事件呢 将特朗普的竞选主席 以及女婿都卷入 可谓已经深入打击到了 他身边最亲密的人 然后呢 在纽约时报的穷追猛打之下 小特朗普 就把这些东西都公开了嘛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还原这次事件 你看他这个还原 为什么我要念呢 第一 俄罗斯一位音乐经纪人表示 俄罗斯一位官员 愿意提供一批文件 这些文件非常机密敏感 可以对希拉里造成重大打击 这是俄罗斯政府 对特朗普的支持 二 特朗普的这个这个大儿子 小特朗普通过邮件回复 表示对这些文件很感兴趣 并且呢 叫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什么女婿主管一起来 三 于是呢 这次俄罗斯女律师 小特朗普 库什纳什么就一起见面了 他们有没有达成交易 接下来小特朗普没有对外披露 但是呢 美国朝野震动 连美国股市都因此大跌 如此重大的叛国罪嫌疑 第一次发生在总统和总统最亲密的人身上 这必然对美国政治经济打击巨大 华盛顿一些资深律师迅速表示 这些跟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士密约勾结的行为 属于叛国罪的范畴 哦呦 这么严重 然后呢 这个现在美国什么司法委员会 情报委员会提出要小特朗普赴国会作证解释 因为这些邮件已经是你这个特朗普竞选团队啊 跟俄罗斯政府有过合作的直接证据了 然后呢 特朗普的团队已经违反了联邦法律 因为美国选举法明确禁止候选人接受外国援助 而且呢 这个小特朗普可能还是有选择公开 说不定这些材料里还有一些已经被他删除了 所以呢 你看这老师这家一直在分析 就是说特朗普竞选团队毫无疑问已经百分百确定通俄并且达成了交易 甚至他说为什么特朗普在欧洲参加G20的时候 对外还公布说俄罗斯可能真的操纵了美国大选 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他采取了有可能是他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 一是承认你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有操纵美国总统选举 二是让自己的大儿子直接公布自己主动公开啊 比情报机关直接公开后果可能会好一点 毕竟特朗普还是希望坦白从宽的 从当前情况上看这次大危机啊 他能不能躲过去很难说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公布出这么多的情报呢 不排除特朗普越来越不听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方面开始故意泄露一些情报 既然影响不了特朗普不如公开 然后呢他说从内心深处讲 他是挺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 因为呢他说出了很多真话啊 道出了整个欧美目前衰退的真实状况 提出了有改革啊 对吧 但是这些改革受到严重阻挠 这次G20 特朗普在欧洲也受到了空前的孤立 特朗普是美国的重要改革者 但是改革尚未成功 就一片反对声 古今中外推动改革的先驱者 下场似乎都很悲惨 中国的商鞅王安石 美国的林肯特朗普 似乎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我就老哥怎么样 我就说一个关键 问题是他跟你 他跟你那个有点接近 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我早就说你说他叛国 违反美国什么法律 这个是肯定的了 但是在道德上算不算叛国呢 第一 你要这两国交战的时候 才有叛国罪 现在是不是两国在战争状态 第二 即便特朗普跟那个普京搞好一个好的个人关系 又怎么样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两个人能不能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 那不会打仗啊 比我这个老哥更有想象力 那不会打仗啊 对不对 好了 你说这个特朗普通俄 判过 基辛格怎么办呢 那怎么算呢 通中 是啊 那为什么他没谁 我想说一个 我这个没有想象力的人 我就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可是他见过那个女律师之后 他们有爆出其他里什么事吗 邮件门早就有了 他没有爆出来什么事 我觉得他们被人坑了吧 他没有什么事 当然 特朗普这个观感很不好 因为你用人为亲 什么女儿啊 女婿啊 女儿子啊 这种是犯的西方 你说他是改革家 他改革的纲领在哪里 你告诉我 他要改什么 改美国制造吗 你美国的工人成本那么高 改墨西哥长城啊 对 他的解决方案 从来就是简单粗暴有效 你不是有移民吗 我给你盖个墙 你这个工业回来 回来 可是你不行 你劳动力成本那么高 怎么回来 然后呢 只有一样他说的对 说要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要上去 这个连左派那些人都同意 但问题一看 你要减税 没有 你不税 说我们怎么改上公路 这就另一个 改革者 这个真正让我这个外行感到惊奇的 有点漫涛 它是两个事情啊 这改不改革是另一回事啊 一个事情是美国 堂堂美国总统 甚至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元首 有没有可能实际上被另一个国家所操纵 这个很可怕 再有一个 美国操纵别人也不少吧 所有的大选 他其他国家 他有不操纵了吗 所以这样 我们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啊 就这些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然后再有一个 就这次这事有多大 他如果真是叛国 那是美国 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吧 一定会把他搞到 总统 因为这个事情比水门事件严重十倍啊 你瞧 我觉得挺难搞到 怎么能放过他呢 不 我觉得他危险的 这个是危险的 你知道水门事件 那个是什么四十年前 就这么垮台 而且是共和党 他如果是民主党还好一点 而且是这个人 这个人到处树敌 共和党里头 你看 现在你留意 彭斯到哪去了 总统 秘密练兵了 共和党不是傻瓜 这个如果不行 把负物的推上去 你看得好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 其实美国开国以来 没有适合 水门事件 你关键有实证 现在所有的记者 我觉得都憋着要拿 要拿墙 要找他的证明 我就说这个节奏 在第一part的时候 我这个政治幼稚病 我还觉得这事 就跟艳兆门一个量级的 到了节目第三part 我已经觉得这个事 水门了 比水门很厉害 天哪 因为是俄罗斯